那么现在听说有的银行就说 如果要真的改变这个税制的话 他们可能就要减少一些对客户的优惠了 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 大家一定感受得到 那么金管会有没有办法来合理的管理 其实我今天有看到一些学者的说法 就是包括说有学者说 就是如果金融营业税从2%提高到5%的话 有一些金融商品 他可能会 可能会因为这样子 从本来是在国内发行 后转而到国外发行 例如说是财富管理业务的一些理财型的商品 但是这个说法 我问过英教授那边 他认为说这部分其实有一些狠话 比方说他扬言要退出市场 或者是说有些商品要拿到国外去卖 这部分的部分有一些是在 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不可讳言 其实有些金融业税的课征 的确会对有一些金融商品的成本 造成增加的效果 那这部分的话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有些金融机构 如果因为承作某些金融商品 比方说信用卡 会因为这样而导致说他们入不敷出 那或许他们这个时候也是 可以考虑退出的很好的时机 但是很多商品 其实不是说你想退出就退出 你比方说现在受险 外国受险业者要卖 他也必须要今晚会点头 今晚会有很多监理的工具 是可以让一些 没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 他要停止某些业务 他必须要先付出 退场费他才能退出 也就是说业者今天可能是 先放一放狠话 气话 但实际的操作上 也许在基金上面 或者是一些信用卡 这个部分如果真的有一些改变的话 其实金管会应该还是 可以管得到的才对 而且我觉得说 其实台湾金融机构 有这么多家 在这么过度竞争的环境下 其实我不相信有某家业者 他可以片面的 因为调供营业税 为而调高某些金融商品的手续费 或者一些管理费的一些部分 造成民众的荷包的负担的增加 否则在市场上也就没有办法竞争 台湾金融机构15000